玩具TV EXTRA 第24季第10集 我看著你了 純粹是分享 分享什麼呢 剛才有朋友說過 Mastermind的CAMAND LIDAR 1號 不知為何桌上有一架黑色貼了骷髏骨頭標誌的船封號 CAMAND LIDAR 1號 CAMAND LIDAR 1號 在上面 在上面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多一句 純粹不知為何這枝顏色轉了 當然我亦很白地跟大家說 我只是說的名字叫改造屋 我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你這個國是不是朋友價來的 一定是 那不要說價錢 價錢不知道 大家有興趣的 另外一個說 那條貿理 那條貿理 那條貿理手工也不錯 我是非常欣賞貿理手工的 Hello 貿理 Solamu 見 但是真的 如果你有那個師兄說的Mastermind 1號 你一碰到這架車裡 好美啊 這架車 我覺得如果2200包了這架車 以及包了一個陶黑的手工 應該差不多了 應該差不多了 本身其實見這個旋風號 主要都是有幾種顏色 第一就是銀 第二就是黑鐵 第三就是瓦克 第二四就是光澤黑 當然本身就著這個旋風號 它亦都用白色紅色的coloring 是去做光澤黑和瓦克的分別的 所以變成如果你把它襯回去 你如果有這個Mastermind 1號的話 基本上是perfect的 當然你亦都見到 本身有些骷髏骨頭的標誌 這個就是看看你坊間 會不會有辦法可以 整到出來 然後就放回去 變成整件事就會很match 另外 我或者看看錶板 亦都沒有苦作之功 非常之清楚和清晰 所以純粹這件事 這個錶板本身是沒有的嗎 有有有有 但它噴上筋的顏色 所以變成手工來說 是非常之靚的 麻煩了茂理 但是你又有這個idea 不是我都是茂理 是嗎 我就說是 你買Mastermind的人就多了 但是噴這個顏色 我真的未見過人噴的電單車 是 所以多一句 雖然我沒有帶這個1號 但是既然都是有 電單車的車柄 我就索性 生氣的 但看完今集 我覺得很有機會 很多人這樣跟來 說多一次 我們有沒有收廣告費 沒有 沒有 但是我們非常之樂意 收廣告費去 就是介紹玩具的 我們完全是接受 以及非常之期待有這個 我們是沒有收廣告費的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不謀理 管工作坊叫什麼名字 改造屋 如果他弄了你的東西 我們需要負責嗎 不需要的 你直接找這個 當事人槍決 或者那把刀 直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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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稍後見 這個是bonus 這集 是很厲害的 好 Lex 真的很漂亮 你玩著這個 我幫你收回車 好好好 我收回你 這集真的 好 你看看 這個燈不是很好 這個 我先撿一些東西 這個不錯 更漂亮 有多久 我跟你們做 有更漂亮 一張 很漂亮 好 快點 好